另外万里则是由成功新村福德宫代表接受匾额 实生的土地宫跟着以前的国圣村民一起迁到了新家 信众还为他盖了庙宇 可以说是从路边摆到了庙里 深受地方民众的信赖 所以市府顺应民间信仰 就特别颁发了福泽又名的匾额 为土地宫诞成组合 今天是农历二月初二土地宫生 各个福德宫土地宫庙都有大批的信众 而新北市长侯友一页颁发各区福德宫贬额以示祝贺表扬 而今天在万里区成功新村福德宫 由区长年雪清代表市长班政福泽又名的贬额 要来感谢这尊天上的里长博 时时显神机庇佑万里区的民众 因为我们万里有九间土地宫庙都有立案 那其中我们成功新村福德室这个土地宫庙 他很灵验他可以说是天界的那个里长博 所以他大小事情你跟他许愿 新城跟他许愿都会心想事成 然后会保佑这个住在这里的居民 包括我们主委何主委也是住在这里 然后就因为他也很保佑他 所以他事业有成 那现在也成立那个财团法的 那个冠世音执行会 然后对万里的这个低收入户 或是那个比较弱势的 他每年都有捐赠那个棉被 现金物资 甚至可以补助你的房子的修丧 所以这几年来 从我们会长这几年来 大概也差不多捐助了157万的这个现金 所以我们很感谢我们福德宫 这个我们这个成功新村的福德宫 做这么多公益的事情 万里区共有九间福德宫 其中成功新村福德宫代表接受匾额 而成功新村的土地 工神村是石头打造 还是以前跟着国盛村民前村石 一起牵到成功新村才打检新庙 可以说是历史相当悠久 而现在的主委更是旅感神迹 还时常做善事 帮助地方需要帮助的民众 他当初是应该是 我经常是300多的人 他当初在服务场被到国庆村 他以前庙的很小 在大农市下 大农市下 后来因为那个 那个国康长签村 签村之前呢 因为那时候煤矿刚好一直在栽变 栽变我们土地公没地方归住 刚好矿长说 那时候一天到晚再来矿灾 矿灾做好 把我们的那个土地公请到他们的矿场去 他请到今天后来栽变变很少 后来后来就之后呢 后来他把我们请去拜祝之后呢 国康长也结束关门嘛 所以呢才找回一些委员 一些计刑 那时候去计刑委员 发起来给盖这间庙 万里区核定二厂兴建时期 当时原本住在国庶村 全村的人都搬迁到马树西旁居住 成为成功新村 而当地的民众 油肝土地公相当灵验 也将原本路边石身土地公 一起请到新的住家附近 盖了这座成功新村的福德公庙 从路边拜到庙里 就是希望这尊集合信仰的土地公 可以继续造福乡里 庇佑信仲 记者到平函 万里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